第114章做战俘的价格 李明听了不由露出了一丝笑容 100的完好度 那么自己这把宝剑价格就很高了 这把兵器应该是被使用来 和低于SS级的怪兽战斗的王侯笑着说道 SS级兵器 如果用来和SS级王级怪兽战斗 就会产生细微的损坏 只要战斗次数累积到足够多的程度 损坏程度达到一定程度 就可能断裂 不过SS级的宝剑 用来和领主级 兽将级怪兽战斗 却可以说无丝毫损伤 王侯 这把宝剑 你能出什么价 李明追问道 这把宝剑 如果是在武馆中购买 全价是300亿 半价则是150亿 如果是在战神宫内购买 最优价则是100亿 王侯笑道 想必这些市场资讯 你也差不多都知道了 李明没出生 知道 对于传说中的战神宫 自己可没什么了解 没想到战神宫内购买兵器 最优价竟然比极限之家的半价 还要低 战神宫的最优价100亿 已经是最低价了 这把宝剑的制作成本价格 在90亿左右 而我买下你这把宝剑 还需要通过管道 各种管道费 好处费就要缴纳不少 之后才能卖出去 所以最高给你80亿的价格 再高 我们就没利润了 王侯解释道 李明也明白 人家成本是90亿 如果你要价90亿 人家生产商大不了再制作一件宝剑 何必买你这个二手货 虽然说这这把宝剑是100万好度 可是毕竟没有质量保证了 而H2联盟 极限之家等卖出的兵器 那都是有承诺的 行80亿 就80亿 李明笑着点头 爽快王侯 也笑了 为先生等会儿 我们好好乐喝乐喝一下 我 请客 就在这威尔王宫的最高档的九大王殿之 依依 如果希望找些小姑娘 什么条件尽管提 年龄 身高 三维 学历 长相 是否处等等 王侯很是熟练地说道 这次可是一笔大生意 或许在这威尔王宫最顶级的消费 一页要数百万 可这次生意过百亿 一次消费 毛毛雨而已 王侯 你别急 我还有东西 李明忍不住说道 还有 王侯一瞪眼 本来以为龙蛋和这宝剑 就是这次的货物了 价格也的确是过百亿了 可没想到 竟然还有宝贝 按照眼前这位 魏先生拿出宝物的顺序 显然是一件比一件贵重 龙蛋卖了50亿 SS级宝剑卖了80亿 那最后一件宝物呢 快 快给我看看 王侯有些激动了 李明微微一笑 从背包当中 取出了最后的宝物 一整套的作战服 包括战靴 护壁 背心等等 进阶在内 呼 好家伙 王侯忍不住 倒吸一口凉气 难道这作战服 也是SS级的 按照各种装备的价格 虽然同样是SS级 可不同装备差别很大 用材极少的飞刀 和战刀一比 价格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而制作难度高 柔韧性更高的作战服 则是比战刀 利剑等兵器 价格要高得多 你看看吧 李明将这一套作战服 都放在那 问王侯立即使用 之前检测保健的仪器 那迷梦的光芒 再度笼罩作战服 并且扫过一个个部件 那仪器荧幕上 也迅速浮现了大量的数据 王侯边看边和李明笑着道 魏先生 这作战服 以我的眼力能确定 至少是S级的 至于是否是SS级的 就不知道了李明一笑 没说话 问 王侯表情忽然一宁 盯着仪器荧幕 笑容完全消失 怎么了 李明眉头一皱 你来看王侯将仪器荧幕 转向李明方向 李明仔细一看 荧幕上已经比对清楚了 两件物品战靴为S级 作战服长库为S级 其他部件还在扫描查探中 李明面色微变 S级 这作战服竟然是S级的 虽然SS级和S级别 只是相差一个级别 可是价格却是一个天一个地 怎么会这样 李明并没有怀疑 这王侯会欺骗自己 因为这种检查的精密仪器 当初自己将怪兽材料 卖给H2联盟和极限之家的时候 李明都看过 而且根据自己所知晓的 这精密仪器是和总数据库比对的 而后做出判断 也就是说 这些检测数据 评判结果是会被总数据库收录 所以没人敢作假 呼 王侯长呼一口气 好了 全部搞定 魏先生 先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你这作战服并非是一套SS级作战服 同时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这作战服 也并非是一套S级作战服 因为它是一套S级和SS级部件 混合起来的作战服 王侯笑道 这一套作战服中的作战背心 是SS级的李明暗松一口气 荧幕上的结果也很清晰 其他部件都是S级 唯有作战背心是SS级的 而一套作战服实际上最重要的 就是作战背心 是保护身体的核心部件 当初使用这作战服的高手 可能金钱不够 所以只买了一个SS级作战背心 王侯笑道 这在战神宫内是常有的事情 而其他长库 战靴等 还是S级李明也猜得出来 你出什么价 李明询问道 一套完整SS级作战服 武馆全价是1200亿 半价是600亿 而战神宫的最优价是400亿 以这个SS级作战背心 为核心部件 价值整个作战服的一半 完好度100 如果在战神宫购买 最优价是200亿 不过作战背心的成本 显然低于200亿 而我的出价 是肯定低于我们制作的成本价 我最多给你150亿的价格 收购这SS级作战背心 王侯笑道 当然 以我的权力 我无法一次性调动 那么庞大的一笔资金 你如果愿意卖给我 需要等待大概15分钟时间 我才能将钱搞定 李明心中微微移动 龙弹50亿 SS级宝剑80亿 这SS级背心是150亿 加起来一共是280亿 距离300亿很接近嘛 这S级的作战服其他部件 你能出什么价 李明问道 要知道身材高矮不同 购买的作战服也自然大小不一 这套作战服李明试穿过 明显太过宽大 所以也没打算留下来 这 王侯眉头微皱说道 魏先生 说老实话 你这作战服其他部件 一来 都有磨损 并非100万好多 我们不能拿出去直接卖 二来 作战背心销售市场很好 可是这战靴 作战长库这些部件嘛 这样吧 S级作战服全套 五管全价120亿 半价60亿 战神宫最优价40亿 而你的S级作战服的部件 还是没核心部件作战背心 就算成本价也不会超过15亿 而且你这完好度不是100 我只能给你8亿的价格 王侯摇头一笑 这还是看在之前生意的份上 我敢说 你单单卖这些部件 恐怕没有第二个人出8亿的价 李明自然是知道王侯的信誉 才专程跑到京都基地是找他的 王侯出价 很厚道 而且一般不还价 8亿李明迟疑一下 点点头 好 就8亿 这些残缺部件给自己也是没用 魏先生 还有货 王侯问道 没了李明不由一笑 你算一算价格 准备回到这个账户上吧 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张纸条 纸条上有着之前在瑞士国际银行 申请的不记名账户和确认代码 王侯微笑点头 龙弹50亿 SS级保健80亿 SS级作战背心150亿 S级残缺作战服部件8亿 总价288亿 魏先生 你稍微等一下 我将作战背心的资料传送过去 申请提高汇款额度 说着王侯就在那检测仪器键盘上 迅速地输入数据 这检测仪器迷梦光芒笼罩住作战背心 将详细检测数据迅速传送到总部 过了10分钟左右 滴滴王侯拿出手机看了下 露出笑容 魏先生 钱应该已经到账了 王侯看住李明 也是我们联盟总部 在瑞士国际银行内部汇款 才能瞬间直接会这么多钱过去 李明的手机也响了 拿出手机一看 一条信息已经发送入手机 尊敬的差时级客户 尼伟号189891的账户 于8日23点36分 收到汇款华夏币2880万 000元 余额华夏币288亿元 瑞士国际银行 合作愉快 李明微笑伸出手 魏先生这样的大客户 以后可要多多帮忙啊 王侯热情和李明握手 魏先生现在准备 王侯示意了一个眼神 不了 我还有事李明背起背包 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嗯 我就不送了 这些东西我还得安排一下 王侯笑道 这房间内的物品可都是宝物 当夜李明就乘坐火车 离开了京都基地市 直至第二天早晨大概7点 才抵达江南基地市的扬州城站点 李明在火车站旁的 真功夫速食店内 上了一下卫生间 就将胡子 眼镜 垫高的垫子等全部弄掉 脸也冲洗了一下 完全变回原样 回家李明乘坐出租车 来到明月小区门口 这明月小区是五者小区 禁止外人进入 出租车自然在门口停下 回来了李明暗松一口气 纳龙弹 作战符等都是烫手的 能脱手是好事 288亿 加上自己明面上的存款 一共近乎300亿了 更何况自己以后还会继续赚钱 李明明月小区门口的看门的花白头发老者连喊道 李明转头看去 那花白头发老者笑着道 有一个小姑娘 叫真男 昨天晚上就在小区门口 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 想见你弟弟 不过没成功 后来深夜时候 他又来小区 拜托我帮忙 让我转交一封信 给你李家的人 希望转交给你弟弟李华 哦 李明心中一动 接过了信封 第115章李明的承诺 步入明月小区内 李明直接打开了信封 这封信虽然是弟弟女朋友 真男写给弟弟的 可是李明却不放心 就这么将信给弟弟看 要知道弟弟昨天刚刚投胡子杀过 情绪很不稳定 如果信中有什么刺激的东西 很容易让弟弟更加失控 李明不敢冒险 我倒要看看 写了什么东西 李明脸上有着一丝怒气 随即展开信纸 看住看住 李明表情渐渐松动 哎 李明摇头 弟弟也算没看错人 从这封信中 李明才知道 其实小南的父母 找李华谈话 完全是被助小南的 小南甚至晕 还不知道他的父母 已经知晓 他和李华的恋情 直至昨天 李华投胡自杀的消息 在周围一带传开 小南才知道 这一得到消息 小南差点晕过去 他父母死活 不准小南见李华 小南再哭再闹都没用 后来小南以死相逼 说这是最后一次去见李华 这才得到父母同意 不过小南在明月小区门口 怎么给李华打电话 都打不通 根本见不到李华 后来没办法 写了一封信 请人转交 恋情转移到地下 瞒住他父母 等毕业后两人就结婚 李明看住信封中说的 暗自叹息 看得出来 那个小南姑娘也是很固执的 显然没被父母说服 明月小区199号别墅 也就是李明家 气氛明显有点压抑 父亲李国盛正坐在客厅沙发上 紧紧一夜 他整个人似乎都苍老了些 霸一道声音从外面传来 小明李国盛站了起来 这时候李明从外面走了进来 李国盛连低声道 你妈正在房间内陪住你弟弟 你弟弟现在情绪略微稳定了一些 不过 不管我们怎么和他说话 他就是一声不吭 我知道了李明深吸一口气 就朝弟弟的房间走去 只呀 推开房门 坐在床边的母亲罗兰星 抬头看到李明 不由站起来 小明 妈 你先出去休息吧 李明说道 罗兰星看了一眼 在屋子阳台上 坐在轮椅上一声不吭的小儿子李华 摇摇头 就出了屋子 弟弟这次真是 李明发现弟弟的脸色明显苍白得多 整个人一声不吭 就这么傻傻 透过窗户看住外面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李华 李明喊道 弟弟李华坐在轮椅上一动不动 似乎没听到哥哥李明的声音 李华 我向你保证 你一定能娶到小男 李明又说了第二句话 轮椅上的李华身体一颤 终于缓缓转头看向李明 露出一丝苦涩笑容 摇头轻声道 哥 你别在这说了 没用的 我跟小男根本就没有未来 而且我也死心了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娶一个女人 这辈子都不会 我也不配 你说什么傻话 李明眉头一皱 呵斥道 傻话 李华情绪猛然激动起来 我说的有错吗 难道我一个双腿断掉的残废 还想要娶小男 对 小男是愿意给我当妻子 可是以后呢 以后周围的人对小男指指点点 说他丈夫是个残废 以后小男的亲戚朋友怎么看他 我是残废 一个残废而已 嫁给我 小男和他父母都会没脸见亲戚朋友 而且被人指指点点 就算我有钱 别人也会认为小男是为钱才跟一个残废的 李华摇头 我不想小男那么好的一个女孩 我不想他以后沦落到被人指指点点 被人瞧不起 我不想害他 我娶谁就是害谁 还不如一辈子不娶了 我一个残废 还想什么女朋友 还想什么结婚 李华露出一丝笑容 笑容中都带着一丝神经质 啪 一个响亮的巴掌 抽在李华的脸上 令李华整个人都不由一伙 差点从轮椅上掉下来 血迹从李华嘴角流出 哥李华愣住了 这么多年了 从小到大这么多年了 李明从来没打过他 懦夫 李明脸色难看 身残至尖 创出震撼人世纪的人物 多的是 就算我们江南基地时的战神玉阳 从小双臂残缺 可是他就靠着两条腿 打出了巨斧玉阳的名声 他的腿堪比巨斧 舞者圈子中就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更别说普通人圈子了李明这一番话 说的弟弟李华脸色一变再变 身残之间的例子 李华当然知道 从小到大 那些例子他看了太多太多 他能一口气说出过百个这样的例子 这是你女朋友给你的信 你看看吧 李明将信递过去 李华迟疑地接过 打开来开始看起来 他脸上表情开始了变化 结婚 小男是好女孩 很好 能跟他在一起是我做梦都小的事情 不过 我不想将来有人背后对他指指点点 真的 我不想李华放下兴致 眼泪忍不住留下 滴落在兴致上 李华抬头看向李明 就够了 足够了 你跟他在一起 那才是对你对他都好 李明低喝倒 可我是 李华忍不住摸向双腿 可是双腿自大腿位置早就断了 你跟我来 李明推动轮椅 直接推出房间 小明屋外的父亲李博胜 母亲罗兰心大吃一惊 我跟李华说些事 李明双手略微一用力 就平抬着弟弟的轮椅 迅速将弟弟带到了二楼视听室当中 视听室内 哥李华看向李明 你看住荧幕 李明同时发出声控纸 指令 开启 滴滴投影机迅速射出光芒 照射在墙壁荧幕上 而李明则是坐在沙发上 敲击着无线键盘触摸屏 进入了极限之家战将级武者论坛 并且输入生命之水四个字搜索帖子 生命之水在论坛内很少有人讨论 因为这玩意太少太少 战将级武者们几乎没人能弄到手 自然这消息很少 不过还是有十几个相关帖子的 李明直接点开其中一个帖子 这十几个帖子在这之前李明早就看过了 他当然得搜集有关生命之水的资料 这时李华发愣 你看这帖子 看完它李明冷声道 李华转头看去 这讲述生命之水的帖子不长 不过也将生命之水需要的一些贵重材料 以及功效都说出来了 当然自然而然也提到了上一次的拍卖家 这生命之水极为罕见 有价无事 每一次现实大多都是拍卖 超越领主级的存在 SS级王级怪兽地龙王的金破为主材料 能够断臂重生 断腿重生 只要没死 残废的再严重也能长出 李华被这帖子的描述完全震住了 同时整个人眼睛也放光了 不管是用财 还是功效 有价无事 最近的一份生命之水 拍出300亿华下币的天价 激动万分的李华 仿佛被一桶冷水浇下 300亿 李华是专精于金融股票投资的 对经济行业比较清楚 他很清楚 300亿华下币 这是何等的一笔巨款 看到了吧 你的腿是断了 不过只要服用一份生命之水 就能再长出来 到时候 弟弟你就能站起来 可以自信地站在那小男面前 站在小男父母面前 李明说道 可是李华却是摇摇头 哥 300亿啊 对 我华下国是有超级富豪 资产近千亿 可是那是股权价格而已 首先他股票是受限的 是没权利全部卖掉的 其次 就算有权卖掉 那天量股票冲击市场 说是价值近千亿 可最后能卖出四五百亿 就算幸运了 李华摇头 300亿现金 放眼整个华下国 能拿出这么多现金的 也是少之又少 李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开始进入瑞士国际银行的 不记名账户内 仅仅片刻已经进入账户 哥 你干什么 弟弟李华疑惑看向李明 你看吧 李明将手机递过去 李华满肚子疑惑 这个时候哥哥让他看手机干什么 低头看向手机萤幕 这萤幕上有着清晰的存款数 一个零 两个零三个零 李华呆呆看住 288亿分这个数字 288亿 李华抬头惊恶看向李明 他哥才成为舞者没多久啊 怎么弄出这么一大笔金钱 这绝对是一笔吓死人的财富 他却不知道 李明为了这笔钱冒了多大的风险 差点丢了小命 而且也是仗助精神念试的特殊才能搞到的 李华 李明开口道 李华呆呆看住自己哥哥 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只是要告诉你 一份生命之水 你哥哥有能力买到 李明郑重看住自己弟弟 而你 也一定会站起来 李华身体都微微发颤 他不是傻子 能弄到288亿 他哥李明肯定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毕竟这个世上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 获得巨额收益肯定是冒着巨大的风险 而这一切 他哥都是在不知不觉中 都为他做好了 哥 李华一把抱住李明 眼泪忍不住流下 李明轻轻拍了拍弟弟的背 许久后 李华 你的头脑很聪明 比我聪明 李明正重道 你也应该知道 这样一笔大的财富 会牵扯多少麻烦 所以这件事 你不允许向第三个人说出一个字 包括爸妈他们 包括你的女朋友 一旦你说出 你哥哥我就可能因此丧命 李华吓得一跳 我死都不说 哥 我不想你貌 放心李明一笑 说那番话 也是让李华知道事情严重性而已 其实这笔钱 那秃鹫毒蝎两大高等战神夫妇 是查不到的 弟弟就算愚蠢地说出去 又有几人相信 李华 我说过 我会让你 自信地站在那小男姑娘面前 站在他父母面前的 我说到就会做到 李明亲声说道 恩李华重重点头 他知道 恐怕一辈子他都忘记不了 在这试听是 哥哥给他看的 那手机上惊人的天文数字存款 也忘不了 哥哥给他的承诺 第116章三个月的修炼 走吧 下去和爸妈一起吃早饭 李明笑着道 恩李华这时候 整个人状态完全不一样嘛 之前还是那种感觉到生活没希望 生不如死 可是在看到生命之水 的奇笑 以及李明手机上那庞大的存款数字 李华整个人充满了活力 推着轮椅 李明带着弟弟下楼 爸爸李华盛 都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 从昨天到今天 一天时间 对他们夫妇二人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自己的小儿子竟然跳河自杀 而且现在情绪都这么低沉 不稳定 怎么办 到底该怎么办 夫妇二人根本没办法 厨房早就烧好了早饭 可是谁都没心情吃 忽然一一 爸 妈 李明推着轮椅 带着弟弟来到了楼下 笑着喊道早饭了 一起吃早饭早饭 李国盛 罗兰星都站起来 弟弟李华也是一笑 爸妈 我肚子都饿了 李国盛 罗兰星仿佛看怪物一样 看住他们的小儿子李华 随后猛地醒悟过来 李国盛更是连道 饿了好 饿了好 快 快趁早饭 等妈罗兰星喊住 就朝厨房里冲 父亲李国盛也跑进厨房里 整个家一下子就充满了生气 再无丝毫先前的压抑 李明看住这一幕 笑了 这个坎是过去了 特别等弟弟以后腿长出 能站起来 家里肯定更高兴 自己当初冒风险去偷龙蛋 为的是什么 还不是尽早能够凑够给弟弟购买 生命之水的钱 也是老天帮忙 自己偷龙蛋的时候 顺便得到了一套战神的装备 令三弟一巨款 一下子几乎就凑够了 江南基地是 主市区 江南山水小区内 其中的一座山峰 华伊峰 的豪舍山顶别墅一楼大厅内 无者与中人称独蝎 的高等战神维尼纳波莱纳斯 正冷着一张脸坐在沙发上 而在他旁边 面无表情的秃鹫 里要站在那 仿佛一柄包 有什么结果 里要冷声道 在客厅中 穿着黑西服的中年管家 恭敬道 先生 夫人 之前李明调查目标中 经过我们这几天的调查 溢出了可能性较大的12人 不过这12人 即使这段时间 我们是一对一跟踪调查 依旧没有足够的证据 确定某人 也就是说 到现在你都说不出个目标来 里要眼眸中煞气猛的暴涨 呼 黑西服管家感觉就仿佛被一头庞大怪兽给盯住 不由屏住呼吸恭敬道 但人中 论动机 有的人受过H2联盟的压迫 或许因为想报复H2联盟的关系 对少爷下手 也有人 跟少爷的保镖卡龙 有仇 也有人 跟少爷的保镖潘亚 但虎牙小队有仇怨 论动机 可以查出八个人都有一些动机 可这些动机 都很小 只要脑子没坏 不至于杀少爷 废物 跟阿威的保镖有仇的 就杀阿威 还那个神 莫虎牙小队 那是什么狗屁小队 能惹到什么层次的敌人 离要呵斥到记住 杀死阿威的人 是能够瞬间杀死两大高等战将 和两名中等战将 还令他们四个都来不及 发出消息回来的高手 是管家连恭敬应道 记住 这凶手实力很强 最多隐秘了战绩罢了 能S魂间秒杀两大高等战将 这么强的实力 他的年龄应该在20岁往上 李耀吩咐到这次查询目标中 除了死人外 活着的几人中 有不少都是很年轻的 实力很弱 甚至于刚刚过 舞者实战考核 难道那些小家伙 都有能力 秒杀两大高等战将吗 先生说的是 管家恭敬应道 李炸冷声吩咐到 仔细查查他们过去的事迹 谁更有可能是隐藏的强者 一旦觉得有可能 就给我查 明白 管家不敢多说 笨 但凡谁冒出一丝 有可能是战神 实力的强者 或者谁 有可能是精神念士 就给我加大力度盯着查 李耀冷声道 当然重点对相识要查 可是那些可能性不大的 也给我盯着 记录下他们的各种事情 从银行存款 荒野区战绩 他们亲人朋友等等 各个方向 都要记录 是管家恭敬道 你跟随我也这么多年了 我不希望这件事情上 你有丝毫懈怠 明白吗 李耀声音低沉 暗含杀鸡 管家额头不由冒出磕磕汗珠 明白 他当然知道 这位男主人是何等的厉害 要知道连独蝎 维尼娜波莱纳斯 出生于波莱纳斯家族的 大小姐 还是高等战神 如此身份面对李耀 平时都是略微低上一头 去吧 李耀一则手 管家迅速离去 管家离去后 整个大厅只剩 夏里耀和维尼娜波莱纳斯夫妇二人 要 凶手如果真的是 有目的 有准备的杀死我们儿子 恐怕根本没携带通讯手表 维尼娜别扭的普通话响起 这说明 那但个目标 恐怕一个都不是凶手 我知道有这个可能 李耀冷声道 不过 绝对不能放过一次机会 如果不是人太多 我宁可错杀一千 也不放走一个 李耀双眸中 寒光闪闪 这次牵扯人五百多人 背后牵扯到极限武馆 雷电武馆 政府军队等等 加上这些人 都是在基地市周围 有些时而进入基地市 他才没敢一口气杀光 如果只是几十人 他照样敢动手 要 你说会是谁动的手 维尼娜皱眉道 全球范围内 和我李耀有仇的高等战神 就不少于十个 当初为了让你坐上 JX2联盟华夏区 执行总裁的位置 我们俩也得罪不少人 幸亏当年 我进入古文明遗迹后 成功出来 那些牛鬼蛇神 才一个个不敢有所动作 李耀冷声道 别被我查出来是谁因我 害死阿虚 否其实在维尼娜和李耀 这两大强者眼中 可能性最大的 就是他们过去的 某个战神敌人 不过对于那五百零六名 怀疑对象 李耀和维尼娜 也不会放弃查探 扬州城 明月小区 李明倒是轻松得很 有些时间在极限会馆 和舞者们闲聊 大多时间则是一个人 沉浸在修真心诀 淬炼灵魂之力 以九元诀增加法力的浓度 九重雷刀的刀法 与披毛术的身法修炼中 喂 队长极限会馆 神经反应测试房间内 李明走到旁边 拿起手机接了电话哦 你们准备过年之后 三月一号再去荒野区 行啊 我没问题 我也想好好在家待些日子 安安稳稳过两个月 顺便将刀法再琢磨琢磨 嗯 行 年后再去荒野区 我弟弟的事情 你们都知道了 这事情传得还真快 没办法 遇到这种事情我也没办法 不过还好 我弟弟他现在平稳下来了 嗯 我在修炼身法 行 回头聊李明挂上手机 就放在墙角一边 而后又走向神经反应测试机 说是测试机 实际上李明完全将它 当成了一个训练机器 终极战将级测试 时间十分钟 李明调了一下 神经反应测试机的测试时间 这已经是最大持续时间了 其实在大量橡胶子弹射击下 的确是很能够训练人的闪躲能力 李明平常是非常喜欢来着训练的 带着一身汗 李明将手机等一些零碎物品放进口袋 这次在荒野区一个多月 绝大多数时候 每天都进行吸收基因元能 强化身体 现在我离初级战将级 身体素质标准 距离也不算大 努力一把 看这近两个月时间 能提高多少时间一天天过去 除夕 李明他们一家人也开开心心 一起看了春节联欢晚会 春节的几天 李明和家人们也去和一些朋友们聚会 热闹热闹 至于亲戚 李明还真没有什么亲戚 因为父亲和母亲 都是大孽时期后的孤儿 大孽 时期 造成很多家庭都智力破碎 孤儿很多 2月26日这一天清晨 一身白色练功夫的李明 微笑着朝极限会馆走去 疯子 一大早就去会馆 一名大胡子壮汉笑道 过两天就要去荒野区了 现在得灵真抱佛脚 好好训练训练 李明笑着道 大胡子壮汉一瞪你 靠 疯子 别说气人的话了 还灵真抱佛脚 当初你准悟者考核我就在场 一转眼都比我强了 李明呵呵一笑 这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代当然要比一代强 去去去 别气人了 大胡子壮汉笑骂一声 李明也步入了极限会馆 来到九龙 清晨时分 极限会馆是很少有人的 今天也是一如既往空荡荡的 李明若飞是为了测试一下最近的成果 也不和这么早过来 上次12月1号 我测试的成绩是速度78 6米每秒 全力6,121,000克 爆发下可达到近13,000克 神经反应测试 初级战奖机 优等 李明稍微活动了一下身体 现在2月26号 近三个月时间 不知道现在我身体素质 达到了什么程度 第117章总部来人 极限会馆6楼 空荡荡的练舞厅中 李明打开了全力测试机开关 荧幕也亮起来 先不使用九重雷刀的发力方法 使用正常的发力 李明略微调整了一下呼吸 飞机整个人就仿佛 一头朝前方撞击的大猩猩一样 整个右肩右臂 都带着一股朝前方撞击的气势 而拳头顺势划过一道弧线 砰 低沉的宛如敲击在鼓面上的声音响起 全把猛的震道晃悠了一下 全力测试机的显示屏中 立即显示出了一行数9981KG 增加这么多 李明看出这数字 不由露出开心笑容 上次21KG 这三个月增加了三多 其实这个数字也在李明的预料当中 因为一般情况下 在生死战斗之后的训练 实力提高更快 所以当初三号城市的一个月多点 李明进步很大 而后回家近两个月 恰好九重雷刀第三重 在回家前刚刚练成 令李明进步速度明显比过去快 三个月累积下来 实力也就增加了这么多 按照身体素质的大概数据 四公斤八公的全力 在这个范围是高等战士级 而八公斤公个 则是初级战将的范围 也就是说 我现在身体素质足以媲美 一般初级战将了李明微笑柱 再度略变叙事 这一次 李明是准备使用九重雷刀的发力方法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 这两个月下来 虽然已经购买了九重雷刀前四重的秘籍 可是这第四重 李明怎么修炼都练不出来 最多是全身力量控制上更加精确 呵 李明低喝一声 气息犹如利剑从口中喷出 在发出鹤声的同时 李明的右臂瞬间划过空间 而且在这划过空间的短短刹那 竟然接连加速 瞬间更是直接冲破音速 产生一股可怕的音爆声 那宛如铁锤般的重拳 直接砸在了拳把上 轰隆拳把猛的一个晃悠 往后跌去 而后才反弹起来 痛快李明看向显示荧幕 显示荧幕略微停顿了一下 才显示出一行数28081KG泽泽 按照9981公克乘以算出来 大概是 李明略微心算了一下 时令27947公斤左右 我这一下打出过28公吨 还行 对这个数据 李明是很满意的 28吨的权力 那是非常可怕的 这就是28吨的权力啊 一辆卡车也就几吨重而已 可以想象这一拳有多重 按照身体素质数据 公斤公个都属于中等战将水准 不过同样是中等战将 这勉强打底线公个 和资深中等战将 实力还是相差很大的 李明现在如果一刀劈出去 在中等战将中都算是厉害了 极限会馆的巫通馆长 作为馆长 他是经常来会馆的 音爆声 巫通在五楼的一个进士当中 骤然听到六楼的音爆声 吓得一跳那个高手 竟然打出音爆声出来 巫通持速化作一道残影 直接沿住楼梯 直接冲到了楼上的六楼 六楼的练舞厅空荡荡的 只有一个人一一李明 这时候李明还在全力测试机前 思考一下如今自己实力的层次 了 李明回头一看巫书 靠 你这小子 是你打出音爆的 我看看 你这一拳有多重 巫通惊讶得很 走向李明 可是当他的目光 经在全力测试机显示 荧幕上的时候 看到这一型数字时 仍不由有些愣住了 28公吨 巫通忍不住盯着李明 似乎李明是由一头怪物变得一般 这是你打出来的 不是我是谁 李明一笑 不过我身体素质没这么强的 是九重雷刀 巫通一下子就猜测出来了 他是早知道李明购买了九重雷刀秘籍的 不过这秘籍 天下间厉害的舞者 有钱去买的有不少 可是许多人连入门都做不到 就是修炼九重雷刀 也不应该这么夸张 你现在正常权力多少 九重雷刀修炼到第几重了 巫通追问道 李明笑着回答道 正常权力一万公斤左右 九重雷刀修炼到第三重 这段时间怎么修炼都无法捉摸透第四重 关于修炼九重雷刀的速度 李明并没有打算隐瞒 自己的实力势必会引起一些人关注 暴露出一些优点 还是有好处的 至于精神念诗 的身份 李明是不会暴露的 不单单是秃就毒蟹夫妇正在查凶手 其实在这件天价悬赏事件之前 李明就一直不想公开精神念诗身份 因为全球范围内 舞者算是比较欺赏了 而精神念诗更是比舞者要欺赏多得多 一个精神念诗都会引起很多事情 变态 你小子太变态了 简直是个怪物 巫通忍不住捶了一下李明胸口 我早就知道你天赋不错 毕竟是被我极限武管提前召入的 你身体素质能成长到初级战将级虽然够夸张 可我也不是太吃惊 比你快的 并非没有 可是 你既然短短半年左右 就将九重雷刀修炼到第三重 这实在是太变态了 怪物 怪物 人非完人 身体素质提高快的 全球范围内是有的 比如在大孽 时期 短短几年时间 世界第一强者红 和第二强者雷神就成为超越战神级的存在 可以凌空飞行 几年时间就成长到那般地步 可以想象世间还是有些超级天才的 不过 九重雷刀领悟 就是看悟性等等了 李明身体素质提高快 还能半年修炼到九重雷刀第三重 绝对属于怪胎级 全球范围内 恐怕一年出现的这样的怪胎 恐怕也就一两个而已 快 测试下速度 让我瞧瞧 巫通很是热心的 专门去开启速度测试一开关 李明笑着笑 So 整个人瞬间速度迸发起来 宛如离弦之音 呼的就呼啸而过 而后停下 速度测试一上也显示出了一行数字 还行 算是比较正常的初级战将级水准 巫通笑着点头 李明也比较满意 他很清楚 这舞者随着身体素质提高 力量会不断提升 力量还好 不过这速度 越往后 提升起来难度就会越大 因为速度越快 比如奔跑 闪躲 细动的时候 惊人的速度也会产生可怕的空气阻力 速度越快 阻力越大 所以速度越往上 提高越难 速度要28米每秒 全力左右 靠九重雷刀发力 28G左右 而我的神经反应测试 则是中等战将级 优德欧里明经常进行神经反应测试训练 所以早清楚现在自己的水准 凭借入危机的身法 特别对完美机得约有些感触 李明现在身法闪躲的确惊人 在李明和乌通聊天的时候 江南基地是主石区的机场 机场是一个很陌生的词汇 自从大孽 实习之后 空中飞行怪兽极多 对飞行客机的要求提高了不知道多少倍 一架客机造架比大念 之前的航母还要夸张 所谓的飞行客机 如今早就和普通大众没有关系了 现如今的确是还有飞行客机 可是每一张飞行客机的机票 对于普通人而言都是天价 对富豪而言 也舍不得买一张飞机票 机场等候区 极限总会馆的会长和麾下的三名主管 这江南基地式的极限武馆四大巨头 此刻都在等候区等住 来了 诸葛掏笑着看向天空 So 一道幻影几乎瞬移 一般出现在机场上空 而后迅速减速 通过城市防御系统 之后缓缓降落 这是一艘通体幽蓝色的巨型飞碟型客机 直径足有三四十米 机身表面反射的幽蓝光芒让人心醉 Do 飞碟型客机的舱门打开 延伸出一条阶梯通道 而极限武馆的四大巨头 立即走到了这架飞碟型客机的阶梯通道旁 能够直接来到这飞机旁后机的 无疑不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 一共才十余人 客机的乘客开始逐一沿住阶梯下来 每一位乘客身份都不一般 要知道全世界这样的客机都是极少极少的 因为要在空中飞行 还要保证安全 首先 整个客机的机体最外表一般都是采用堪比Q系作战服 Q系武者兵器的材质 虽然是薄薄一层材质 可是完全能抵御高等领主级飞行怪兽的袭击 同时整个飞机还配有昂贵的基载波光炮 基载雷射炮 完全可以击杀敢靠近飞行客机的王级怪兽 这一切保证了飞行客机的安全 二样也令它的造价达到一个惊人的地步 如Q系血影战刀 武管全价是30亿 半价是15亿 战神功最优价一 而它的成本价则是8 9亿左右 而如果单单算使用的克罗合金材质等等 只需要6亿多一点 而整个客机的机身外层 就是使用的这样的材质 一架直径三四十米的飞碟型客机 虽然只是外表薄薄一层材质 可因为密度大 加起来也有30吨 单单克罗合金材质花费 就达到没一华下壁 加雷射炮 以及其他等等 一架飞碟型客机 单单制造费用 就远超大年 之前的航母造价 更何况这飞碟型客机的每年维护费用 同样惊人 每一次飞行途中 一旦遇到飞行怪兽群攻击 自然需要反击消耗更多的能量 所以 这客机的票价 才高得离谱 连一般富豪都舍不得做 老杨 极限总会馆的会长 笑着喊道 一名穿着灰色长袍的中年男子 笑着走过来 铁手 哈哈 好久不老杨 你这次来 是为了核查那个裸武的能力吧 这事情是小事 走 我们兄弟先聚一聚 极限总会馆会长笑道 第118章龙穴 杨先生 诸葛涛等三名主管 也略显恭敬的喊道 这位面容看起来才三十几岁的中年男子杨辉 真正年龄已经过了50 是一名中等战神 平常都是住在极限武馆全球总部 不管从武力还是从身份 这杨辉都是和人称铁手的周正勇相当的 是有八年没见了 走 我们找个地方先喝喝茶 之后再一起吃午饭 对了 诸葛 你大哥在基地是吗 喊他一起来吧 杨辉说道 好 我马上给大哥打电话诸葛涛连说道 杨辉是战神 会长周正勇是战神 而诸葛涛的哥哥诸葛珊也是战神 这交朋友一般也是看身份看地位的 否则没点背景没点地位 根本进入不了这个圈子 铁手 监察使在基地室内吗 杨辉问道 监察使前几天去荒野区003号城市 找那些领主怪兽 磨练他的枪法了 铁手周正勇说道 等监察使回来后 我再带你去拜见他吧 半年前 管主来我们江南基地室的时候 找监察使 监察使都还在荒野区呢 管主 这个词从周正勇嘴里出来 旁边的三大主管 包括杨辉表情都立即肃穆起来 能够被江南基地室 极限总会馆的会长 称之为管主的 那只有一人整个地球上 无可争议的第一强者 极限武馆的创始人洪 一个具有无穷魅力的强者 人类种族的最强者 监察使这般苦修 也是想突破战神级 成为超越战神的存在 杨辉感叹 管主也曾说过 留监察使是希望极大的一个监察使 在极限武馆全球系统当中 地位极高 比之周正勇 杨辉等都高得多 属于能够和世界第一强者 红经常近距离接触的存在 可以算是整个极限武馆 最顶尖的高层成员了 走 我们去喝茶 那个李明小家伙的事情 等会儿慢慢喝茶 战神杨辉笑头 当即 总部特使杨辉 和江南基地市极限武馆四大巨头 一道离开了机场 2月28号清晨 在练武厅内 进行了简单半个小时的热身训练后 李明便进入了视听室 视听室的窗户 遮光窗帘关的很紧 里面竟不是一片漆黑 只有视听室的正门的一丝 清晨折射于光照射进来 略有些光亮罢了 开启李明发出声控指令 同时很悠闲地泡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 茶水放在面前的茶几上 李明坐在柔软沙发上 同时将无线键盘放在腿上 迅速进入极限之家的战将级武者论坛中 进行浏览帖子 时而回复一些帖子 这论坛中聚集着南美洲 欧洲 亚洲 等等所有地方的战将级武者 偶尔也会有战神进来 而且通过论坛 还可以和一些武者 进行一对一的视频聊天 功能繁多 一份生命之水 的确罕见李明在前段时间 就故意将早就沉底的 关于生命之水的一些帖子 选择了三个进行回复 另着三个帖子 又到了首页 按照论坛上的术语 这属于挖坟 到了首页 全球战将级武者 看到这帖子的人多了 自然有不少人回复议论 通过这些回复议论 李明对生命之水消息也知道的更多 时而他自己也回复 和一些武者在帖子中版了 全世界的战将级武者 隶属于极限武馆麾下的 数量极其惊人 既然没人知道 哪里有生命之水 李明眉头皱起 难道真的如帖子中说的 难得有一份生命之水现实 然后对其进行拍卖 就算真有生命之水 现在自己也不敢买 毕竟实力不够 一旦被突就毒蝎夫妇发现 那就是一个噩梦 算了 现在对我而言 最重要的还是提高实力 我最强的就是精神念力 现如今 我身体素质是初级战将级 按照精神念力 比身体高两个层次 我精神念力 应该是高等战将级水准 而法力 现在能增顾身体素质 稳定精神力的纯度 也就是说 可以正面横扫高等战将武者 毕竟初期练习时 还属于较高阶的人的层次而已 李明心中欣喜 上次杀流姓老者 白人壮汉 是通过从背后 让那二人没有防备下的瞬间偷袭 如果是正面攻击 以当时李明的实力 恐怕并没有十足把握 而现在的李明 遇到那流姓老者二人 就算正面厮杀 也能横扫二人 精神念师 可以横扫同等级武者 可以越级战斗 这是武者圈子内公认的 我现在 能横扫高等战将 可以和初等战神战斗 如果耍阴招 靠精神念力的诡异 击杀初等战神 都不是太难 李明的进步速度的确很惊人 觉醒到如今 一共才八个月 真实实力已经堪比初等战神 其实这也不奇怪 首先李明是武者中 极为罕见的精神念师 须知 每一个精神念师 都珍贵无比 他们天生精神念力 就极其强大 因为刚刚出生的时候 弱小 精神念力 会自然地凝聚起来 潜伏在世海中 天生精神念力较少的 是以液体存在 天生精神念力较多的 是以液体 固体混合存在 固体比例越高 则代表精神念力越多 而天生精神念力极为惊人的 则是完全以固体存在 李明就是精神念师中 天赋最惊人的一种 自身提高速度本来就该惊人 再加上修炼修真心诀 九元诀的法力加成 纠集密集九重雷刀的惊人效果 还有李明自身的刻苦 三者配合 自然令李明的进步速度 达到惊人地步 短短八个月 堪比初等战神 不过和当年的红雷神相比 还是有差距 当年红雷神可都是大涅槃爆发期间 就成为超越战神的存在 进步速度快得吓人 我石海中的暗金色源球中 精神念力量非常庞大 只因为我的身体不够强 无法承受 所以这庞大的精神念力 只能以暗金色源球形式存在 李明捧着茶杯 轻轻饮了一口 茶香在口中回味着 所以我身体越强 精神念力就越强 我现在应该以最快速度 提高身体素质 李明输入提高身体素质方法 在论坛中搜索帖子 很快这战将集论坛中 就出现了大量的帖子 显然这话题是有很多人谈过的 几个 回复都极高的帖子 方法 有哪些方法 基因药水 价格也不算太贵 通过队长的朋友 两亿就能买一份 不过这基因药水 对身体伤害比较大 一般服用 实力提升后 将来就难以再提升 李明威威摇头 基因药水 基本是断绝未来希望 所以像胃铁 胃青 陈骨 这些已经很多年都没意思突破 对未来自己突破 没任何信心的人 才会愿意服用基因药水 而向李明 潜力无限地 去服用基因药水 那根本是白痴行为 第二个方法不错 实用嘛 一般实力都能翻倍 不但没副作用 反而能增加修炼速度 李明看住第二个方法 只能无奈摇头 可惜 价格太贵了 这第二个办法 其实是用龙血涂在身体上 身体吸收龙血会自然变强 可是对龙血要求很高 首先必须是王级的龙 其次 还必须是龙的星头血 一头王级神龙 猎杀了 一般只能制作出一份龙血来 全球的王级怪兽一共才多少 王级怪兽中 龙又有多少头 可以想象这一份龙血 价格会多高 一份龙血 极限无管的半价 都高达八百亿 这还是半价 半价的条件是四星级贡献点 李明只能傻傻看住 这根本就是传说中的神药 服用实力跃升 且无负作用 并且增加将来修炼的速度 多么好啊 可惜 又有几个买得起 第三个办法 靠自己苦修 李明摇头 自己也只能老老实实苦修 这也是几乎所有舞者们选择的路 以我的修炼速度再过半年 身体素质应该达到中等战将级 中等战将后 再过一年 身体素质应该能达到高等战将级 李明点点头 也就是说 一年半后 我精神念力达到中等战神级 同级别横扫 可以占高等战神 三年后 我精神念力达到高等战神级 在高等战神中几尽无敌 那时候还怕凸就毒仙 两柄飞刀就解决他们了 当然 自己想的很美好 这一切都有一个大前提 那一颗暗金色圆球 必须能供应自己的精神念力 打倒高等战神级 如果中途 暗金色圆球消耗光了 化为虚无 自己的实力 急速提升期 就会结束 每一个精神念师 都是有一个急速提升期 就是靠吸收那些天生 就拥有的精神念力 一旦吸收完 急速提升期 也就结束 暗金色圆球存在 我实力就会急速提升 希望我的实力 急速提升期 一直能撑到精神念力 达到高等战神级 李明期盼着 一名高等战神的精神念师 堪称超越战神级以下 最可怕的存在 而自己的暗金色圆球 到底能撑到什么时候 才消耗光 第119章震惊的特使 石海中的暗金色圆球 什么时候消耗光 根本没人知道 李明也不再多想 3月1号 星期四 火锤小队出发的日子 AX2联盟商城一楼 火锤小队五名队员 集合在一起 疯子 看什么呢 是不是那个徐星姑娘不在 你很失望 魏铁打句笑道 李明没多说 昨天晚上 他已经给徐星打过电话了 甚至于春节期间 李明和徐星 还曾经一起吃过一顿午饭 聊了好久 李明暗恋徐星 而徐星对李明也有好感 不过双方都没捅破彼此关系 徐星是因为在上学 其次也是因为徐家 乃是一个势力庞大的大家族 他教男朋友的事情 并非那般简单 至于李明自己 因为突就毒蝎 那天价悬赏可一直在持续 那无形的压力也无时无刻不触动着李明 等我实力大增 解决这麻烦 再和徐星说明白 李明很明白 双方都是有难处 自然都不通过关系 只是偶尔的电话 偶尔的约会 这就咋了 好了 我们出发 队长高峰站了起来 哈哈 这过年 身体都快生锈号 走魏清夜哈哈笑道 当即魏铁 陈谷 以及李明都站了起来 火锤小队一行五人乘坐AX2联盟专车前往火车站 而后乘坐火车抵达那东南军区补给基地 荒野区 023号城市 上一次李明偷了龙蛋 而那铁甲龙的领地就是临近高速公路 处于郊区 李明如果按照正常路线去023号城市 说不定就会被铁甲龙给碰到 偷了人家龙蛋 李明现在可不敢去那 迎接铁甲龙的怒火 一座破败古石建筑院落内 李明 高峰二人正为杀着一头宛如钢甲铸臼的一头巨牛 通体火红色 鼻孔中喷出面道白色气流 正疯狂地攻击住 他最讨厌的一个人类 依依仿佛苍蝇一样 总是在他周围的人类青年 这头牛类怪兽 正是牛类中防御惊人的铁甲牛 一族 以他这领甲 完全是中级兽将级层次 他率领的另外两头高级兽兵级铁甲牛 则是被喂铁 喂轻给解决了 嗖 嗖 嗖 李明飘忽的步伐快如闪电 仿佛大念 时期之前的斗牛是 在细弄住这头暴怒的铁甲牛 铁甲牛身上已经有数道伤口 可惜 对铁甲牛而言影响都不大 扑斥 一道寒光亮起 宛如闪电霹雳 带起一道喷溅而起的陷血 血媚刀从铁甲牛伯父下方一记上疗 直接披入足足一半深度 而后就是闪电般的拔刀 闪人 砰 铁甲牛发出一道低沉不甘的吼声 因为喉咙被割断 吼声都微弱且漏气似的 随即整个庞然大物事的身体轰然倾倒 令整个地面都猛地震了震 地面上的满是灰尘血迹 青石板直接被震得裂开一道缝隙 漂亮高峰大赞倒 疯子 你这身法越来越厉害了 未轻也忍不住赞倒 李明自己倒是很清楚 当初在铁甲龙老巢加勒福超市 从数百头兽将及怪兽围攻中逃出时的瞬间急速计算 令李明在短时间一 两秒内媲美身法完美级 这一次短暂感受一下完美级身法后 在回家的两个月里 极限会馆的神经反应测试机 李明经常使用去训练身法 身法分基础级 一一入微级 一一完美级 一一意境级 四大级别 这两个月苦练 李明的确是触摸到了一点完美级的感觉 大家也累了吧 今天咱们收获不错 先回去点休息 队长高峰解剖铁甲牛尸体 采集了材料后 便说道 胃铁 胃青和陈骨都响应 走 回去 队长 你们先回去吧 我再找怪兽 练练刀法身法 回头去找你们 李明笑着说道 年轻人就是有冲劲高峰 陈骨等人都笑了 前几天 李明都是这样 每天在其他队员们都觉得累 要休息的时候 李明还独自一人出去猎杀怪兽 不过大家也知道 李明的实力 并没有阻拦 高峰 陈骨等人离开 这里只剩下李明一人 天空阴沉沉的 独行者李明 独自一人 一手盾牌 一手战刀 穿梭在023号城市的大显小巷 石儿和厉害的兽将 及怪兽厮杀 石儿和兽群战斗 23号城市 是圆苏州 许多地方都是古代风格的建筑 只可惜现在这里成了怪兽的乐园 扑 石儿 鲜血萨飞 怪兽残肢抛飞 李明一次次施展九重雷刀第三重 经常性的挑战极限 冲到一些怪兽群当中去进行搏杀 在怪兽群中 李明会一次次努力让自己的身法达到极限 努力让自己利用其他怪兽 利用周围环境帮助自己 许久许久 在高峰他们都回去休息三个小时后 李明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在一条小河边 擦洗一下做战斧准备回去 短短三个小时 死在李明手上的怪兽最起码有数百头之多 不过怪兽们的繁殖能力也极强 就算李明不杀 怪兽们需要食物 也会杀死弱小的怪兽并且吃掉 战斧结构很紧密 谁都渗透不到内部 根本不怕针刺之类的攻击 擦洗一下 就洗掉上面的怪兽血液 一栋六层住宅楼的第六层 火锤小队正在这 回来了 高峰等人都看向门口 李明走了进来 呃 杀了八头兽将级怪兽 李明以背包中的八头兽将级怪兽材料都取出来 放在了地面上 我先去修炼一下基因元能 回头一起吃晚饭相比于其他人 李明每天猎杀的兽将级怪兽 的确数量较多 一个人背包根本放不下 陈谷劝说道 李明 别太拼命 优住点 对 那么拼命干什么 让自己这么累 高峰也劝说道 李明拼 火锤小队整个小队收益当然大大增加 虽然李明单独猎杀的怪兽 大部分归李明 可其他人还是分的好处的 哈哈 这点不算什么 李明一笑就进入了旁边一个屋子 空荡荡的屋子地面早就被李明擦拭过 放下盾牌背包战刀飞到后 李明开始修习导引术 豪爽 每次身体疲劳到极限 在修炼导引术 身体仿佛每一个细胞都在颤抖李明心情愉悦 为什么九重雷刀境界越高 身体素质提高越快 就是因为九重雷刀是更深层次驱动身体力量 甚至于影响到细胞 身体细胞消耗越大 越是饥饿 吞噬能力才越强 才能吸纳更多的基因元能 舞者们都说 和怪兽战斗 在生死间厮杀 实力提高快 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 生死间的时候 会潜意识中挖掘出身体每一分力量 这种深层次的挖掘 令每一次修炼基因元能 都能吸收更多 李明很容易就推理出原因 一个人在家里练舞厅拼命挥刀 另一个人则是在荒野区怪兽群中挥刀厮杀 两者虽然都是挥刀厮杀 可在荒野区的人 挖掘出的身体能量更多 消耗更大 这修炼起来 速度也更快 我这几天 在荒野区中每天的进步 明显比家里快了近三分之一 李明根据自己每天修炼九元绝食 吸纳宇宙能量的时间 就知道自己提升的速度 就这么的 李明在荒野区中沉浸在和怪兽的杀戮中 每天都是全身气的一身血 仿佛从血海中杀出来一般 而他的身法 刀法以及身体素质 也在这种疯狂的修炼中 以一定的速度逐渐地提升住 只是疯狂的杀戮 令李明杀气也中了不少 真正的武者强者 哪一个不是经历过滔天杀戮 闯荡过来的 李明现在还只是在这条路上逐渐前进而已 江南基地市 极限总会馆上 大型视听室内 从这些材料判断 这李明的确是天赋不错 而且也很刻苦 两个月时间 杀了超过十万头兽兵几怪兽 够刻苦 他出级战将 的实力 的确是他自己打拼出来的总部特使 战神杨辉看住眼前列印好的资料 铁手 安排好那乌通了吧 杨皮问道 乌通他正在线上 随时可以和你在线聊天 会长周振勇笑着说道 杨辉点点头 迅速开启了三维虚拟投影仪器 迷梦光芒迅速在视听室中央 形成三维立体投影 只见杨周城极限会馆馆长 乌通 直接出现在视听室中央 仿佛真人在这时的 和真人唯一的区别 就是身体表面 隐隐有些光运 乌通见过会长 特使乌通略作一公身 嗯 战神杨辉点头道 我找你的目的 想必你也知道了 你是杨周城极限会馆总负责人 那李明又住在明月小区 你应该对他很熟悉吧 是的 乌通点头 将他身体素质的讯息 以及他如今的实力等等 都告诉我 战神杨辉吩咐道 是乌通脸上略变浮现 一丝自豪的笑容 李明是我杨周城 堪称最近十年来 有数的天才人物 过年后 也就是 刚刚六九周岁 成为舞者 才半年多一点 现如今 他的身体素质 是权力 一万弓的速度 是129米每秒 他的神经反应 测试速度 我不是太清楚 只知道一个半月前 是中等战将级 合格 同时据我所知 他修炼的是九重雷刀 并且在过年的时候 就已经修炼到九重雷刀第三重 也就是说 修炼半年内 达到第三重 乌通微微功深 这就是我知道的一些 重要的数据 九重雷刀第三重 之前还很冷静的 战神杨辉脸色一变 你确定 杨辉不由追问道 我确定 我亲眼看到他 全力一拳 打出崩公斤的权力 乌通说的铿锵有力 战神杨辉 和会长周振勇 相识一眼 上面的决定 恐怕要更改了 周振勇笑道 杨辉却是看住乌通 李明现在在哪 我要亲自见他 第120章一个名额 虚拟三维立体投影中的 乌通微微功深 回答道 特使 李明他在3月1号的时候 就已经和他的火锤小队队员们 一道进入荒野区 现在依旧在荒野区 并没有回基地市 3月1号 杨辉或周振勇这两大战神 不由相识笑了起来 杨辉不由笑骂道 我抵达江南基地市的时候 这里名还没去荒野区 就是你 铁手 你这家伙 硬是拖着我去那 说到这嘎然而止 称辉向乌通挥挥手 好了 没你的事了 是 会长 特使乌通微微功深 痴痴迷梦光芒消散 三维立体投影消散 你这家伙 可差点说漏嘴 被这乌通听到 一定会取消你我 铁手周振勇 表情渐渐严肃起来 不说那些 谈谈李明的事吧 刚才乌通说的 不会有假吧 战神杨辉 咒没道 绝不会有假 周振勇挥手自通道 这乌通总人权之道 更何况他如果撒谎 回头我遮掩 能查出来 既然这样 他又怎么会撒谎 问战神杨辉 微微点头 我懂 不过我真的不敢相信 才刚刚满19周岁的 小家伙 身体素质就堪比 触及战将 而且短短半年 就将九重雷刀 修炼到第三重 难得 真的非常难得 看来的联系上面了 周振勇也点点头 特等培训合同 对这李明而言 就不太适合了 他应该勉强有资格 进入战神预备营 了传说中的 极限武馆 有两大训练营 一个是基础训练营 一个是精英训练营 其中基础训练营 选拔的是 全球范围内的 有一些天才武者们 签特等培合同 进入这基础训练营 接受最好的培训 而精英训练营 是全球第一训练营 又称战神预备营 全世界范围内 极限武馆拥有基础 精英 这两大训练营 雷电武馆 同样拥有基础 精英 两大训练营 不过无可争议的是 极限武馆的精英训练营 排名全世界第一 连世界第一强者红 都会偶尔去教学 连战神们都很难得到 红的指点 可是在这精英训练营 就有机会 你说精英训练营 杨辉咒没到 他条件勉强够了 不过一一我得 向上面申请一下 你也知道 精英训练营的名额多宝贵 任周振勇点头 我明白 一般情况下 比如江南基地市范围内 极限武馆每年都会有两三的天才 被选入基础训练营 当初雷电武馆拉拢里名 就是用的这样一个名额 而精英训练营不同 整个江南基地市 两亿人口的基地市 一般五年左右才仅仅有一个人 入选精英训练营 而整个华夏国才六个基地市 可以这么说 整个华夏国超过十亿人口 一年也就这么一个人才被选中 连通巡察使杨辉发出声控指令 滴滴 喂 一道低沉沙哑的声音 回到在整个视听室内 巡察使大人 杨辉 周振勇二人都立即站起 恭敬得很 巡察使 在极限武馆的地位 仅次处创使人红 临按照极限武馆的规矩 一一极限武馆内的舞者 只要谁能够成为 超越战神的存在 就直接获得巡察使的职位 也就是说 巡察使 乃是超越战神的存在 哦 杨辉 有什么事 巡察使的声音传来 巡察使大人 这次我来到江南基地市 是合查一个叫李明的年轻人 不过我发现 他年仅十九周岁 身体素质就已经是初级战将 层次 而且修炼九重雷刀 仅仅半年 就已经达到了第三重 我想他应该有资格 进入精英训练营 杨辉说道 巡察使那边微微成就 视听室内也是一片安静 杨辉和周正勇都保持沉 就不敢插嘴 华夏国军方刚刚来我总部谈判 索要了一个精英训练营的名额 今年的名额快满了 按理说 不该再将名额给华夏国 嗯 这样吧 给这里名一个机会 让他接受B级考验 如果他过关 就让他进入精英训练营 巡察使沙哑声音 回荡在视听之内 杨辉恭敬应道 滴那边已经挂了电话 杨辉 或周正勇这才松了一口气 战神强者和超越战神的存在 看似是一不知遥 可是论实力论地位都差太大了 一名超越战神的存在 完全能一平一座上千万人的城市 可以和一个超级强国平等交谈 B级考验 周正勇皱眉一般不是过A级考验 就行了吗 名额太少 华夏国人口多 武风很浓 经常冒出一两个爵士天才 之前一个名额被华夏国军 方给要去了 所以华夏国如果还想再让天才舞者 进入训练营 需要接受更高难度的考验 也不奇怪杨辉说道 问周正勇点点头 对了 京都市王家那边 希望明年预定一个精英训练营名额 他们愿意出500亿华夏币 京都市王家 明年的 杨辉咒媒到AX2联盟和我们极限武馆 也是长期有合作的 每年AX2联盟都是有预定名额 怎么 王家好歹也是AX2联盟核心 九大家族才穷之一 没争到属于AX2联盟的名额 要争取道 怎么想走后门 周正勇笑道 核心家族财团有九家 王家争不到也不奇怪 毕竟在AX2联盟的地下一回中 还是西方的那几大财团家族占据优势 这事情比较麻烦 杨辉摇头道 一般需要巡查史 才能拍板 500亿 是大手笔啊 可惜能不能打动巡查史 难说 你和柳巡查史 关系不是不错吗 王家也是希望通过你 搭的线 周正勇笑道 王家的女婿 就是不一样啊 都出卖老朋友了杨辉不由摇头铁手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和柳叔说说看 你也该知道 精英训练营的名额每年就那么些 全世界各大强国 各个超级财团家族 都仿佛狼一样盯住 想走后门 不是容易事 明白 事成之后 王家也会记得你这个人情的周正勇说道 王权 整个华夏国第一家族 也是AX2联盟核心九大家族之一 只是这些家族财团 和极限武馆 雷电武馆这种巨无霸比起来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毕竟极限武馆 雷电武馆的两大创始人 洪 和雷神施令各大强国忌惮的存在 他们已经是无敌了 帮我准备一架战机 我去荒野区 看看这里面 顺便也让他接受一下B级考验 杨辉说道 行 战机马上准备好 不过B级考验 这李明虽然厉害 不过能通过的可能性 周正勇摇摇头 对了 你先电话通知一下李明 并确定他现在的方位 杨辉嘱托道 放心吧 这种小事还有你说 周正勇哈哈笑道 023号基地是 这时候天色昏暗 寒风呼啸 李明正盘西以五星向天姿势 修炼着基因元能 那无所不在的宇宙能量 从五星这五条通道迅速涌入体内 西李明全身早就饥饿无比的每一颗细胞 仿佛都欢呼了起来 疯狂地吞噬路过他们这的宇宙能量 细胞内部 经线立体 迅速转化为基因元能 而后迅速被细胞吸收 以极为缓慢的速度改善身体基因 而整个身体也以极为缓慢的速度 逐渐地变强 接着在运转九元诀 无数的光点不断地凭空出现 再次在李明的石海 丹田与身躯肌肉 筋骨 筋脉中流淌 充实着每个细胞 而石海中与丹田内的气旋 亦更加地浓郁与凝炼 呼 感觉到全身骨骼 肌肉等等每一处细胞都完全饱和后 李明呼出一口气 直接一咕噜站了起来 精神百倍 感受着身体散发出的 似乎满盈的要冲出的净力 李明很是满意 只可惜 目前只有法力精神力与体力的休息法门 没有术法可用 如传说的火球术 锋刃 等等的 李明 修炼好了 快出来吃晚饭了客厅中 陈哥的声音传来 来了李明微笑着走出去 客厅内一群人正迅速围坐起来 李明也混在其中 一群人乐呵呵地拿起水囊 一些压缩饼干 高能糖丸 乃至于真空包装住的一些肉块等等 我们背包也装了不少怪兽材料了 我看 过两天我们就会补给基地一趟 把高峰喝住水说道 主要是李明立了大功 弄了不少怪兽材料和疯子一缕 咱们就老喽喂铁故意凯探一声 陈谷却忍不住摇头道 在荒野区也混了十几年 我也没进步可能了 再过段时间 李明的实力估计就成长到 需要加入一个新的厉害的舞者小队 我也准备那时候退役 退役 我们兄弟也准备最近一两年退役 未挺 未亲 也点点头 顿时气氛变得有些伤感 退役是好事 得笑 高峰哈哈一笑到时候 我或许能和李明加入同一个舞者小队 或者 人家不要我 我只能选择另外一个小队 一切都难说 不管怎样 我还是想再拼十年 看我高峰这辈子 能不能成为一名战神 李明刚要开口 忽然一一火锤小队五人 所有人的手表都震动了 低头一看 只见手表上出现了卫星定位系统地图 这地图中有一个耀眼的红色光点 紧急救援信号 火锤小队五人彼此相视 距离我们这才一千五百米左右 快 走 火锤小队五人迅速背上背包 武器迅速冲了过去 第121章紧急救援 023号城市中 一座座造型雅致的建筑林立 只是这些建筑都残破不已 寒风呼啸 传来一阵阵怪兽的吼声 火锤小队一行五人迅速穿梭前进 其实如今李明身体素质迟到初等战将级 代表精神念力达到高等战将级可以和初等战神一战 也就是说 完全可以将李明当成一位战神 有李明在 在荒野区中只要小心点 几乎没危险 毕竟领主级怪兽很稀少 而低于领主级怪兽的 遇到李明就是送死 就算遇到鼠巢 以巢之类的 李明也能飞行 安全性极高 看 就在前面李明一行五人 趴在一座两层酒楼黑碗屋顶上 看向前方的一条可以四辆轿车并行的宽敞街道 这间街道上 浩浩荡荡的虎猫怪兽群 树发出一声声虎吼 追杀着一只无者小队 这虎猫怪兽群中 还有住好几头两条尾巴的虎猫 乃至于三条尾巴的 后面还有一头四尾虎猫 高峰轻声说道 双尾虎猫是初等兽将级 三尾虎猫是中等兽将级 四尾虎猫 这是高等兽将级 一头高等兽将级的怪兽 对一般的舞者小队 绝对是噩梦啊 而虎猫 有属于虎类怪兽的力量凶残 也有属于猫类怪兽的灵敏迅捷 是极为难缠的一种怪兽 难度不算高 李明目尖微微眯起 是我们极限武馆的兄弟 得帮忙高峰正中道 在荒野区中一旦遇到危险 是可以通过通讯手表 发出紧急救援 信号的 这信号会无差别发给周围猛攻里内的所有舞者 如果是同一舞馆的 信号呈现红色 若是不同舞馆 信号则呈现绿色 因为通讯手表是跟美人舞者卡 身份证信号连接的 所以可以自动辨别是否是同一个舞馆 队长 你们去帮忙 我断后李明轻声道 疯子在群战是最擅长的 未清竖起大拇指 的确 身法了得的李明在混战当中 反而表现会非常好 高峰轻声道 出发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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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立即迅速奔跑 然后飞窜出去 高峰 魏铁 魏清 尘古四人直接冲向那逃跑的舞者小队 而李明则是在高峰四人身后没有奔跑 而是站在路中央直接大开杀戒 对一名战神而言 兽群并没威胁 除非是体积小的怪兽 组成的兽群 如鼠巢 蚁巢之类的 当然 李明不使用飞刀 这兽群对他还是很有挑战的 扑 扑斥 鲜血飞剑 一头头虎猫怪兽的头颅飞起 庞大的尸体直接轰然倒塌 瞬间另街道上有些堵塞 这些虎猫怪兽大多是兽兵级 只有少部分是双维虎猫 极少数是三维虎猫 而四维虎猫仅仅只有一头 李明宛如一只蝴蝶 轻松地飘忽穿梭在怪兽群中 虽然怪兽群的冲击很可怕 一旦被一头怪兽撞捧 很容易被无数怪兽给踩踏至死 可李明的身法精妙入微 甚至于还借用一头头 其他怪兽的尸体 或者一些奔跑的虎猫怪兽的身体 来阻挡其他怪兽 令自己处于不被撞击 同时只需面对少量怪兽的境地 嗯 电话打不通 没人接 也没回电话江南基地市 极限总会馆的天台上 会长周正勇疑或拿着手机 旁边的战神杨辉摇头道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铁手 我得比试你一下 说着战神杨辉 也拨打里面的通讯手表号码 已经显示它的位置了 在字号城市内 根据电话信号 很容易确定位置 连普通手机都有这个功能 我就直接过去了战神杨辉一挥手 就直接进入了旁边的一架 幽蓝色外壳的战机内 关上舱门 飞行战机很快就腾空 飞出了城市防御系统 朝东南方向飞去 在绝号城市 紧急信号迅速传播到周围20公里 其实舞者在荒野区遇到危险 如果其他舞者距离太远 是根本来不及救援的 这 急救援信号 当初被设置为船舶23公里 算是比较大的范围了 笨 是绿色紧急救援信号 不是我们雷电舞馆的四名舞者 正在移动破败酒店的六楼 某客房内坐住 估计是极限舞馆的 搁几个 去不去 其中一名脸上有着刀疤的汉子 看向其他人 一名光头帅气年轻人低头看了一下 说道 距离我们也就赶不到 去看看吧 能出手则草一把 比较危险就算了 按锅子说的 走好 走着一只在江南基地市 名气颇大的北河小队 瞬间做出决定 立即一个个小心翼翼窜了出去 北河小队虽然有一名高等战将 三名中等战将 甚至于这三名中等战将中的郭海 实力已经近乎高等战将 这样一只小队 的确很强大 不过在荒野区城市中 他们速度还是比较慢 不敢飞奔 说不定前面嘎啦就埋伏着一头怪兽 就在前面 嘖嘖 是虎猫怪兽群 好家伙 怕有近千头吧 北河小队也是半蹲在一座临街店铺的屋顶 看向街道上 看那边 好厉害的家伙 一个人起码吸引超过一半的怪兽 哪个猛人 北河小队众人都是吃了一惊 那光头青年郭海 更是瞪大眼睛仔细看着 只见一名青年舞者 一手六龙盾牌 一手血影战刀 仿佛一道鬼魅不停地闪躲晃悠住 虽然身形快得吓人 可是每一步都精妙到可以拿尺子去量 嗷吼 嗷吼愤怒的虎博怪兽群疯狂地冲撞里名 那力掌也是疯狂挥舞 甚至于还有大量怪兽直接跃起扑了过去 就仿佛一阵浪潮要将李明给吞没 可是 任凭怪兽们疯狂围攻 可李明的身法已经到了堪称艺术家胡地步 他的每一步都精妙至极 每一个身体侧身 横移 都是赏心悦目 怪兽群看似而怕疯狂地围攻 在李明的步伐面前仿佛拙劣得很 就是一个笑话 入危级 绝对是入危级的身法 北河小队奇恰舞者忍不住惊叹道 是李明 竟然是他 郭海皱眉 他当然认识李明 那次战神陆刚死去 进行全国悼念会直播的时候 当时他就和徐家的徐刚聊天 谈论李明 当时的李明就在不远处和徐星聊天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这郭海和李明还是情敌 郭海喜欢徐星 李明也喜欢徐星 别看了 还不动手 动手 北河小队四人冲了出去 这李明才成为舞者多久 难道都赶上我吗 郭海心中有着强烈的不满和斗志 男人特别是在情敌面前 是不会轻易服输的 更何况他郭海也是近乎高等战将的天才舞者 如果不比精神念力 的确不比李明差 李明仿佛一块礁石 独在怪兽群奔跑街道中央 周围是一大片怪兽尸体 怪兽们或是冲撞 或是跃起从高空扑杀向李明 总之 李明前后左右各个方向全部都是怪兽 可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硬是成长 这就是利用周围环境 让自己身法更有效率的一个方法 李明一边闪躲一边出刀 心中却是有些兴奋利用环境 利用每一个物体 或是怪兽的尸体 或是攻击来的怪兽本身 或者是一块石头 让自己和环境融为一体 这才是完美级运断时间 李明一直在思考完美级身法 他懂得道理 可真正做的时候 最后偶尔的灵光一闪 并不能长期保持那种状态 嗷吼 随着一声冲天的咆哮声 整个虎猫兽群在首领的带领下迅速撤退 仿佛湖水退去 很快就离开了 虽然离开的时候 一头头虎猫怪兽 双眸中都满是凶残和恨意 可是显然那虎猫首领清楚 拼掉整个兽群 轻怕都灭不掉这群人类舞者 这位元元就是我们江南基地市 鼎鼎大名的疯子吧 今天一见 我真是厉害 我是北河小队队长 康伟刀疤男子热情走过去 李明也笑着走过去 而这时候一道声音响起 李明 只见作战符上有着血迹的光头青年走了过来 盯着李明 李明 我叫郭海 你阴谋听说过我的名字 郭海 李明看住眼前年轻人 你就是21岁 就成为中等战将的舞者 对这个名字 李明当然记得 当初徐刚那番讥讽的话中 就提到了两个人 一一一个是天才舞者郭海 一个是王家的王兴平 应该算是自己的情敌了 是我郭海嘴角泛起一丝笑容 你应该是从徐刚那听说说 笨 李明眉毛一线 对徐昕 我们公平竞争 郭海双眸有着一丝光亮 李明 我承认你的身发很厉害 不是那种刚刚入危急 时而出错的那种 而是入危急大城 身发上我比不过你 至少在这一点 你值得我佩服 这时候火锤小队其他队员 和被救援的 属于极限舞馆的一个舞者小队人 也走过来 是雷电舞馆的天方舞者郭海 高峰 陈谷等人当然认识郭海 郭海的名气很大 当年也是被提前召入雷电舞馆的 不过李明 我今年年底前 应该能成为高等战将 郭海微微一笑 我想吸一两周岁的高等战将 徐家是愿意让他们的女儿 嫁给我的 郭海是一个很沉稳的人 第一次听说李明 他根本没在乎 可是今天看到李明的表现 他感觉到了威胁 所以才说出这么一番话 徐家愿意 也要爱丽西亚愿意才行 李明眉头赶坐一皱 爱丽西亚的身份 注定会有很多人追求 爱丽西亚 可是没想到 今天就辞到一个情敌 笨 李明抬头看向远处天空 只见远处一道幽蓝色流光 迅速划过长空 而后迅速减速停在高空 这依旧曲线优美的 飞碟型幽蓝色战机 开始下降 竟然直接停在了 李明他们数十米外的街道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